人民黨確定徵召侯友宜 初選的敵人瞬間化為朋友 而早在上週五 郭台銘就先主動握了侯友宜的手 徵召宣布後 再發長文710個字表示恭喜 底下瞬間湧入2萬則留言祝福 一片和樂融融 但想不到連勝文一出手 全部歪了樓 連勝文PO文寫下 岳飛不是皇帝 卻是原民心中千古傳送的大英雄 將郭台銘比喻為岳飛 但是翻開歷史課本仔細看 金鐘爆裹的岳飛在前線打仗 昏庸皇帝宋高宗 卻遭到奸臣勤快的蠱惑 用12道金牌召回岳飛最終四死 這個比喻是連勝文搞不清楚 歷史典故還是亦有所指 最後岳飛的結局 是被皇帝宣布 有時候人常在下一次就講出了 講出了實話 所以郭台銘被岳飛掉了 就連柯文哲提到提問 也忍不住扑翅笑出來 做出總結 郭台銘有可能就是被做掉 而且既然有岳飛 那誰又是皇帝旁邊 妖言惑眾的勤快 誰又是辯不清中間的宋高宗呢 因為岳飛的狀況 就是不得好死 狀況其實坦白講 讀過書的人都知道 不太可能引用錯比喻 所以我覺得 連勝文這次的案子 黨中央是宋高宗 裡面的幕僚機構是勤快 我坦白講 我覺得這個案子 其實滿明確的 來看看目前的角色 郭台銘已經被連勝文 指名是岳飛 朱立倫身為黨主席 能夠決定提名人選 宋高宗的角色呼之欲出 而勤快則是宋高宗旁的成像 那麼會是侯友宜為了上位 跟朱立倫聯手 演了這出逼讓退選的大戲嗎 但不管誰是岳飛 誰是勤快 看看天文底下的郭粉留言 紛紛要轉投柯文哲 藍營在提名侯友宜之後 看似初選紛擾已經結束 但是要整合鍋粉 火粉 恐怕還有一段路要走 靜新聞 綜合不動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